接着我们来到第三场 去过重化的马有这只2号 二班千六 二号状态性 六七八 三号马这只翠狐飞鹰 除眼罩 因为有而至好 开边落后少少一只 急速飞在小口 所以占先一点 它就叫做按紫筋 但是走上来 又不是很细头 跟近期比较 又看不到有什么特别进步的地方 再看一只电脑三号外面 在里面那只标准猴王 标准猴王 你有哪次见到它不厉害 尤其是外籍助手落草地 拉到当然拜神那麽拜 试集有速度 放在前面当然可以 大跑到现在都是这样 好了 电脑三号 其实这马之前回去重化 它回去重化 我记得我查过去 有两三天不见了 但是我想这些 不会是很大的事 接着做回 再回来香港试集 我想计绩计势 计准备 它是很强在这里 这一课再看 它小小有点厚 马上有口跳 但是你看到后脚 它撑出来有力的 那只马 主要我这组对手 不是很厉害的 我想 好了 翠湖飞鸣 那是否还原了 那样就脱下眼罩 那样跑回来千六 那样 那些action 有时你感觉 好像不是很流畅的 其实这个不是今天了 它一向都是这样的 外面那只 但是它这样跳 我觉得没问题的 卓约锦标开遍 拍那只金丝大将 金丝大将跑了 跑到乱了 卓约锦标上次赛前的 那些杂都不是很强 结果出来跑 又一步都没有 都挺失望的 气死的 真是都不敢斗着 好 近镜头 以兔交叉被枯 这只就叫做符号 看完刚才那些 可能再看它有小只 好像有些银 口径比较重 未得放松 6号的竞力勇士 连赢了两场 其实这些马在神货 它是挺修炼的 那你就这么看它单跳 它不会很吸引你眼球的那些马来的 但是赛职为准 1200赢上1400赢 今次就上1600 外地就可以了 1550米都赢过了 好 这只就是星雲子雀 它是配备一向多多 星雲明雀都是这样的 以兔交叉被枯 那只还多了防伤眼罩 但是就很考跑法的 骑士的要 八个精算齐同 没有贵初潘顿赢那时 那么好细头的时候 那时的神色 是比现在很多 现在扔下扔下扔下 落脚有点重的 都要好好形势才行到一场 很弱的一早 宜班德那八只马跑 那你电路三号 你不选择什么 这些路程又赢过 又莫雷拉 那他主要对手 就是6号的竞力勇士 因为正如贤仔所说 我们赢1550 那他还跑过1800 就是印力那里 你一定都不用担心的 那这些是近期都拨开 就是所谓in form的马 有状态的马 那其他已经都 没什么选择 七号的精混指着 但是这些很难赢的 上次都莫雷拉 都是得过第二 那但是你其他的马 都选不上手 那就看一下巴道 巴道一天天计 这个骑士 其实有时候都很难计 他演出的 一天整天都飞出去的 那么可能你都要到时 林祥看看他当日的首封先 2号就是最实际的了 有了很硬正各样条件支持 比如看1号 有而至好 现在早上 靠叉被枯都可以拆掉的 这些马一向都要用的 你想想现在 现在直接都没有小到可以这些配件 都可以拆掉的 早上就 翠狐飞鹰 我觉得2、3 OK的 6 接着是7的 因为6号马 竞力勇士 上一次赢了一场 其实步速很慢的 他各样东西都跑对 不过这样 马又有进步的 不能够说 只是拿着这样 就说他不行 因为他都背到超过130磅去赢 何宅遥 所以2、3、6 加上7 或者林祥再看看 第三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